C罗在以1.2亿欧元身价加盟游文图斯后,一甲三轮战爆之后至今颗粒无收,还没能取得进球,不过他真正的接班人,却上演了大刺席。 米米罗子成副业,在游文图斯少年队表现得非常出色,他在最新一场比赛里担任前锋,结果读尽四球上演了大刺席,最后帮助游文悠久少年队,无比一狂胜了对手。 梅西的儿子大家应该都不陌生,大儿子胖嘟嘟,粉嫩嫩,中国球迷习惯把地亚哥称为地主,比起C罗儿子米米罗的霸道总裁汉峰,地亚哥则是一番软萌样,非常可爱。 虽然地亚哥看起来萌萌的,身体素质也没米米罗那么好,可是一踢踢球来完全就是翻白梅西,内玛尔是典型的情场浪子,十九岁就已经当上了父亲。 巴西著名足球明星内玛尔达·希尔瓦和其女朋友卡罗琳娜,所生的孩子叫大卫鲁卡,小家伙的颜值可谓是非常高,外人名贝克汉姆有三个儿子,大儿子佛鲁克林,爱儿子罗密欧和三儿子特鲁兹,女儿小气哈破,一家都是高颜值。